1981年,邓公越冰,他指着一位团长说,这个人要好好培养 上世纪七十年代,击败美国的越南开始膨胀起来 他自诩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串通苏联开始燃指中南半岛 他入侵老挝、柬埔寨、泰国以及我国的西沙群岛 同时,越南这只白脸狼开始推行排华政策 150万华人被关进集中营或是被驱赶到海上 1979年2月17日,我国对越的违反击战拉开帷幕 战斗持续了正好一个月,1979年3月16日,我军打过全胜 战后总结,本次战役越南方面伤亡16.7万,我军伤亡3.2万 3.2万这个伤亡数字超出了我军的预期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部队摆墨倒置,把战士的思想教育放在了第一位 而军事训练放在了第二位 认识到这个问题后,部队立即做出了调整 全军上下掀起了加强官兵军事训练的高潮 1918年9月14日,在河北张家口,我国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实战演习 11万人参加,邓公亲自进行检验 军演当天,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有一个人被邓公一眼相中 他指着一位团长对负责军演的亲机委说,这个人要好好培养 这位团长就是陆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的廖西龙 那廖西龙凭什么会被酒精沙场的邓公一眼相中呢 原来这廖西龙军事素质是出了名的过瘾 但是邓公在阅兵场上点他的名 却是因为视频开头说的1979年的那次对越作为反击战 北越地处热带通灵,山高灵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熟悉 反击战中我军是吃了不少亏的 越南正部军虽然被我军快速打垮 但是越南迷兵的游击战让我军防不胜防 美国够强大吧,美越战争从1961年达到了1975年 最终美国以失败告终 越南靠什么取胜的呢,靠的就是从人中的游击战 1979年的对越作为反击战,目的只是惩罚越南 三月中旬,我军做出了撤军的决定 对此越南人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害怕了 跟着我军后面一路狂追 廖西龙当时内91团副团长 他当时的内务是率领二营阻击越军的追击 阻击时,廖西龙反退为进,划手为攻 他率领二营渡过了腾桥河,主动向越军展开了进攻 打得越军措手不及,一旦下来 我军以战云王一人的损失,歼灭了越军67人 此次的足迹战带我军传为美叹 廖西龙也因此被晋升为团长 正因为邓公在阅兵前就已经听说过廖西龙的名字 所以就出现了阅兵上的那一幕 千军万马中,他一眼认出了廖西龙 1984年,廖西龙奉命收复被越南站的劳山和阴山一带 这时的廖西龙已经是三十二十的市长 他站前对战士们说 这次任务五个小时就能完成 结果廖西龙率领部队用了五个半小时完工 炒出了半个小时 这次战斗打响前,部队有人提出 按照1979年对越战争的经验 每天折损人数大约是一千 这次战斗估计需要准备三百口关台 但是廖西龙却胸有成谱的说 一百口就够了 大家听得大眼瞪小眼 阴山林立山高非常不利于部队进攻 我就初步估计 此战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 这廖西龙不会是在吹牛吧 当时已经没雨天气 雨一直下个不停 越军都躲在密林中 进攻阴山的难度不小 总不能不计损失的冒冲冒进吧 原来这廖西龙早就想好了妙招 他让战士把大量鞭炮点燃 又开启了发送机 躲在暗处的越军以为这是我军在进攻 便朝着鞭炮响的地方开枪 廖西龙则派战士将越军的藏身处一一标记下来 如此反复直到越军的所有藏身之处全部暴露 最后我军炮兵根据记录方位 将越军的有声力量一举歼灭 战后清点我军的伤亡人数 果然没有超过一百 战士们对廖西龙佩服的那是无体投地 无不由衷的伸出了大拇指 此代后廖西龙更是声名确起 很快被任命为十一军的副军军长 军军长 并在2000年晋升为上将 我们最后用一句话做个总结 过往今来从来都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但是廖西龙将军用自己特有的谋定而厚动的作战理念 将此任之彻底推翻 能够在这样的将军会下坐部下 是一种何等的幸运和自豪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铁锅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